中国小姐 怎么说的 你对过生日有什么看法 让我们听一下 这位太太的意见 什么过生日 哎呦 我对于过生日可了解了 这男人呢 一辈子对于生日嘛 是迷迷糊糊的 可是女人对于自己的生日啊 那可是清清楚楚的 而且从小就开始了 这小女孩呢 从小就记得 她是一定要过生日的 不过小的时候过生日呢 跟大的时候不一样 这小的时候过生日呢 通常都是很多好朋友 到家里头来 然后呢就是吃蛋糕 那么送的礼物呢 除了蛋糕以外 也还就是蛋糕 所以那个蛋糕一吃 有的时候要吃一个月啊 那么等到年龄 慢慢再大一点了 就不一样了 她会挑她自己 比较要好的朋友 大家一块过生日 要不然呢 就到外边跳跳舞 要不然呢 就在家里开个party 反正是跟自己的好朋友 在一块过生日 这个时候的生日礼物呢 就开始有什么卡片呢 也比较精致一点了 但是再过个两年呢 小女孩过生日 花样又变了 这个时候也不会 跟自己女同学一起过了 她那天过生日 可能还要赶场呢 为什么 跟男朋友在一块嘛 早上跟这个 中午跟这个 晚上再跟那个 哎呦 那个时候啊 生日虽然记得很清楚 是哪一天了 但是年龄啊 她早就忘记了 那么这个时候 收到的生日礼物呢 当然就比较精致 也比较值钱了 那么再过个两年呢 可能就只跟一个固定的男人 过生日 那就是她的老公 不过呢 这得看运气 如果她的老公还记得呢 那么这个生日呢 就过得还多彩多姿 蛮温馨的 要是她的老公 已经忘记了呢 那也就糊里糊涂 混过去了 那么再过个几年呢 小孩大了 就有小孩 来替这个女人过生日 那么当然了 人呢不断地成长嘛 慢慢的 也就过六十大寿了 七十大寿了 八十大寿了 什么的 这个时候过生日啊 又跟小时候一样了 又有很多的人 来帮你庆贺了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人呢 人生其实就是圆圈嘛 从这儿到那儿 到最后 还是恢复到 原来那个样子 像我这个人呢 我是非常的孝顺的 今天呢 是我婆婆八十大寿 我可没敢忘记过 年年替她过生日 今天呢 邀请了很多的好朋友 到家里来 洗开四十桌 哎 婆婆 您来跟大家见见面吧 这就是我婆婆 今天是她八十大寿 哎呦 你不知道哦 我邀请了好多客人来呢 不过这客人 当然也不能够随便邀请了 我们要精挑细选的 比方说吧 我先生的老板 我不能够不请 万一要给他知道了 他以为我们看不起他 很可能我先生 就生不了官了 那另外呢 就是我小孩的家庭教师 这也一定要请的 要不然明年 他不好好教我小孩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还有一个 这个客人是一定要请的 那就是我们隔壁的王太太 因为我买了一个钻戒 比她大的 我一定要让她来看一看 不要以为 只有你一个人有钻戒 所以这个请客人呢 不是随便请的 妈呀 你高兴吧 哎呦 可难了 这我婆婆 这是皮特 哎呀 这小琪 这小金 小吴 小郭 你也来吧 哎呀 你高兴 你对过生日有什么看法 让我们听这位小孩的说法 他人主族 这是我心目中的正义偶像 他人主族 今天好开心啊 今天是我过生日 我妈妈早上出去 买好多好多的菜啊 中午又带我出去看电影 带我去逛街 帮我买好多的生日礼物啊 然后她又回家烧饭 因为晚上有很多小朋友 带我们家来帮我过生日 妈妈煮好多的菜啊 我们又要吃一下 又很好开心啊 然后小朋友都走了 妈妈又要烧食房间 又要洗碗 洗筷子 妈妈累惨啊 可是我好开心 我好开心啊 我真希望我天天都能过生日 他人主族说不可以 因为我们过生日 就是妈妈受难日 妈妈真的是她的受难日 因为她生我们的那一天 她很辛苦的 而且每一年要帮我们过生日 都累得不得了 妈妈真的好伟大啊 我妈妈现在已经热得睡着了 可是我还是要得得把妻亲她一下 我要让她知道 我很感谢她 走吧 赵云祖祖 我也让你听我妈妈一下 走吧 赵云祖祖 你为什么不听呢 赵云祖祖 你为什么不听呢 赵云祖祖 你对过生日是什么看法 让我们听一下大头小头的意见 太太不错了 那我太不错了 我们是去去参加阿猪的生日派对 其实我们跟阿猪也不熟 我们为什么要去参加呢 因为 她暗恋阿猪的妹妹 你还暗恋阿猪呢 拜托 拜托 其实也不是啦 只是没有地方去嘛 好玩嘛 而且去参加生日派对 有很多女生啊 我们就可以借这个机会 跟他们跳跳舞 其实也只能这样子啦 他们的爸爸妈妈都在 我们也不能怎样啊 对不对 说起这些爸爸妈妈 很有意思很鲜的 像上次大头过生日啊 我们一大堆同学到他们家里去 结果啊 你看这个大头啊 忙里忙外 好像忙得不得了的样子 结果他爸爸就说 哎呀真亏你们来啊 不然我们家大头啊 平常在家懒得很啊 拜托 怕什么 谁不知道你在家里面 只是吃喝拉撒 还有欺负你妈 拜托 拜托 那还有啊 就是参加生日派对啊 重头戏也就在最后切蛋糕 大家许个愿嘛 拜托 哎呀其实说呢 那个许愿啊 都有一定的公式老套了啦 第一个许愿 就是希望在场的人 大家都快乐 许愿的第二点 就是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第三点就是 暗怨不能说 少来这套了 还不能说呢 你不用说我们也知道啊 你就是希望 梦中的白马王子早日出现嘛 少来这套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啦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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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要切蛋糕啦 大嫂帮我拿一块蛋糕来 拜托 帮我拿一块会死的啊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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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过生日有什么看法 让我们听一下老方的意见 我是老方 今天我是过生日送礼物专家 这每到了有人过生日的时候 该送什么礼物 是每一个人都感到头痛的问题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 今天我老方一告诉你 你只要记住了 你就好送礼了 分为以下六点 第一就是小孩过生日 现在小孩过生日可不得了 不像以前 以前的小孩过生日 你给他煮个鸡蛋送块蛋糕 他就很高兴了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的小孩甚至于利用他过生日的时候 来敲诈他父母 要不然就是买电动玩具 要不然就要个电脑 更过分的要到迪斯奈乐园去 那么在这里 我也要提醒你们这些做父母的 如果说现在你把你的小孩子 宠惯了惯坏了 他要到迪斯奈乐园 你就让他去了 那么等到有一天他长大 连自己要到墾丁公园的能力都没有 那你就害了他的 因为他就感到痛苦了 那么第二点 就是父母过生日 现代的年轻人不知道是为什么 到了父母过生日的那天 也不知道他是真忙的 还是懒得去买礼物 干脆包个红包 折合现金就算了 其实你的父母 就这么需要你的现金吗 我告诉你 你真正超出一点时间 回去陪陪他 安慰安慰他 这才倒是真的 你要记住 将来有一天你也要当为人父母 你的孩子现在看着你 这样替你父母过生日 将来干脆他连银行都懒得去了 开了一张支票给你 搞不好支票还打靶 那就由你受了 那么第三点 就是送礼物给男朋友 这男朋友当然有分了 有好一点的 有普通一点的 有这个更亲热一点的 那么送礼呢 你就搞清楚 如果是非常要好的男朋友 你送东西可要小心了 因为男人有的时候 也很小心眼的 如果你跟他很好 你送东西给他 不但这个东西要昂贵一点 同时这个东西 你还记住 有些东西不能送 比方说 你不能送他鞋子 他会以为你叫他走路 你不能送他雨伞 他以为你要跟他分手 更机会的是 你不能送他一个钟 他会以为你希望 他干脆走了算了 那么第四呢 就是送礼物给女朋友 那么送礼物给女朋友 如果这个女朋友 是要好的话 你送东西 你要更注意了 反正送给女人的礼物呢 要不然就是戴在脖子上的 要不然就戴在手上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女人有的时候 有点虚荣心 他喜欢对外面 他炫尿一下 他比方说 这个是我第一任男朋友送的 这个是我第二任男朋友送的 这个是我现任男朋友送的 拿出来一看 呱呱黄金项链一条 你看你多有面子 他又多光彩呢 是不是 那么第五一点 就是送东西给自己的老婆 这送东西给老婆呢 我就讲到这里 我觉得有些男人 你要负责任 为什么每到了 你老婆过生日的时候 你就忘记了 有的呢 虽然记得 也没什么礼物好送 那么老婆说 今天是我过生日 他一听 哦 哎呀呀呀 对 老婆抱着老婆 轻一下 辛苦你了 这老婆本来还挺生气的 以为你忘了 奇怪的是 轻一下以后呢 这些老婆也就没有事了 所以送礼物给老婆 是最容易送的 那么第六一种 是最难送的 那就是送 除了老婆以外 外面的女人礼物 这些女人的要求可高了 今天给你要的是钻戒 明天给你要的是房子 可能下一次 她就给你要名分了 所以我老婆提醒你 最好的一个办法 就是不要给自己制造 有机会送东西 给外面女人过生日的机会 那么以上六点 各位要是注意到了 送礼就好送了 那么当然 现在一般的送礼 不外乎就是蛋糕 或者是卡片 这个送蛋糕 尤其送给女士 千万记住 这个插蜡烛的时候 还特别有技术 你千万不能够 把蜡烛插得再多 不相信 你送一个蛋糕 去给华氏的芳芳 上面只要插上三根蜡烛 它就翻脸了 虽然它已经快要插四根了 所以各位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 生日的时候 该送什么礼物 来问我老方 那就对了 老方 哎 院长 报告院长 今天我是过生日送礼物的专家 您看 今天刚好是你的生日 我都记着 只不过有一点 我一直搞不清楚 你的年龄 到底我应该插几只蜡烛 年龄也是男人的面子 可是院长 院长 我们听了以上这么多的意见 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当我们在庆祝生日 狂欢的时候 也应该要记住 这一天是母亲受难日 对于我们的母亲 要更加心存感激 那么至于生日礼物 中国小姐认为 只要是象征性的表示就可以了 如果说想要假借过生日之名 来炫耀财富或者是攀龙富凤 反而失去了过生日的意义了 你认为呢 中国小姐在此祝福 今天过生日的朋友 每一位都健康快乐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